周四的消费类股票 没洗百货 刀勒吹的业绩 令投资人振奋 帮助抵消了上周对于零售商的悲观看法 而周四的初领失业金人数有所上升 不过四周平均仍然在历史低位 这些数据加上股指在结构上已经完成了下跌 为强力的技术反弹加了一把火 周五我们静待股指构建另一个30分钟中枢 下周初看能否形成4小时的比中枢 目前可以耐心的持有股指和股票 截止周四收盘 据球主要指数的表现如下 恒生指数下跌0.27 罗塑富士指数上涨0.46 标普500指数上涨1.99 纳斯阿克指数上涨2.79 道琼斯指数上涨1.61 波动力指数下跌3.14 WTI原油上涨3.09 107国债收报2.751%没有变化 波罗地海指数大跌6.20% 美元指数下跌0.31 黄金下跌本质0.03 比特币下跌本质1.14 在市场推动力方面 全美上市公司股价在周四创出新高的有51加 较周三减少约20加 不过股价创出新低的只有571加 较周三大幅度减少约700加 这显示市场整体上已经从之前严重的杀跌中有所恢复 周四股指普涨 各行业的主要成分股基本都延续了反弹 其中消费股和科技股的涨幅最大 微软上涨1.29% 苹果上涨2.32% 英美达上涨5.16% 辉瑞上涨0.25% 谷歌上涨2.32% Meta上涨4.24% 亚马逊上涨4.03% 特斯拉上涨7.43% 普通西尔哈萨维上涨本质1.28% 摩根纳通上涨本质1.73% 埃克斯美孚上涨本质0.35% 可口可乐上涨本质0.36% 沃尔玛上涨本质2.13% 卡特比勒上涨本质1.76% UPS上涨本质2.60% 普罗斯上涨本质1.94%